在餐廳吃飯旁邊一家子外國人 那個父親就是偷偷指著我 中國人都是拉眼角瞇瞇眼 這就是中國人 我就直接大吼了一聲 讓他們閉嘴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我們台灣警方破獲了一期 盜賣台灣護照給中國人在歐美使用 那一本台灣護照 喊價竟然高達了30-60萬台幣不等 而幕後祖賢是在台灣46歲的 中國配偶正姓女子 而她在福建當地更是福親幫的勢力 她在結婚嫁給台灣人之前 也偷渡過台灣 但是那一次因為愛瑜是偷渡身份 所以被遣返 那隨後她就透過這個結婚的名義 跟台灣男子結婚 取得台灣身份跟護照之後 立刻離婚 就是假結婚對吧 而且就開始在宜蘭勾結各地的這種角頭勢力 在台灣收購了一本護照一到兩萬 然後再轉賣到福建黑幫 再透過福建那邊一路輾轉到印尼、西拉、意大利、西班牙、英國 最後成交價落在30-60萬不等 哇你這個成本才一兩萬 然後你賺了真的是暴利啊 那去年這個陳老師啊 有一集節目也邀請到了一位到美國的中國人 那他當時也表示說自己也是有買這個台灣的假護照 因為他買了台灣的假護照 引發了一些爭議 那當然這支影片就給下架了 那目前啊 警方透過這個 這個中國配偶查出他有50多本的台灣護照 當作犯罪使用 而另外一名中國籍的同夥啊 目前出逃台灣 抓不到 那這名中配啊 長崎 在宜蘭軍事基地附近 目前啊也被列入這個調查對象 你是不是有另外的一些目的啊 為中共政府做間諜 那可悲的是這條消息啊 台灣人自己不關心不問不問 還要繼續修法 讓中國籍配偶縮短取得台灣身份跟護照的年限 當然再次提醒 不是所有的中配都是粉紅 或是中共的間諜 但沒有辦法 中共要讓你試的話你就能試啊 即便你今天不是他放話說你試那你也只能試啊 不然我問啊 中共如果拿一些中國配偶的在牆內的家人 威脅你 凍結你親戚那些全部人的資產 你是否能拒絕 你是否會擔心害怕 即便他犯話說我會這麼做 不管他敢不敢這麼做 你是否會擔心害怕 我腰桿子挺直拒絕 但畢竟這是少數 那例如有100個中國配偶分散在全世界各地好了 我中共只要讓2個3個5個10個帶任務即可 我不需要所有中配都帶任務啊 我以為中共又不是傻逼 我也是要挑人的 我全部都下去全部都被抓 我有這麼傻這麼笨嗎 但這10位也有可能會被其他國家的政府抓出來 譬如說10位抓了3位抓了5位 對吧 那這個時候剩下還沒被抓的中共間諜的陸配 就會說什麼 就會去放消息 去老亂那些沒帶任務的中配 或是老亂當地國家的國民說 你看你們政府迫害人權 因為我們民主自由他竟然爛抓耶 都沒有證據的耶 我只是可能啊 有跟中國大使握過手 對吧 我也沒有私底下有一些什麼 反正我不說你們也不知道 就算早出來了我也會說是你造假的 你看國外都歧視我們 這樣擴散擴散下去啊 我們在自由民主世界長大的人啊 對中共不了解的人啊 自然會用我們國家的民主意識去看 對啊 我們國家的政府怎麼這樣迫害陸配的人權 怎麼迫害中配的人權呢 我們反而會去幫這些人講話 這些可能沒有帶任務的中配 你也不小心被一刀切了 你們最該抗議的不是這個國家的政府 而是你們祖國的中共政府 為什麼他要讓你們變成間諜風險很高的對象呢 為什麼全世界都在防堵中共 為什麼歐美國家抓出這麼多中共間諜 為什麼前幾天瑞典政府 驅趕了一個帶任務的中國配偶 為什麼美國各州開始討論 要限制中國籍人士買房投資 當今天你自己的祖國 是一個民主自由 且對自己國家國民非常好的政府 也不存在什麼間諜任務啊 那我相信歐美日韓這些國家 根本就不會出這種類似一刀切的政策 去限制中國人對吧 如果你想打破這種刻板印象 請你跟我們站出來一同去發聲去反共 反對你家的政府 當然可能有些人會說 我家人還在牆內 我哪敢跟你們一樣 沒有任何的風險跟後顧之憂 露臉罵中共中央罵盛上罵領導 那就對了 你還有家人在牆內 所以中共有需求要你當間諜的話 你能拒絕嗎 這是相對的嗎 但我還是必須得強調啊 我也有一些中配陸配的朋友 我並不是在一桿子打翻所有人 我只是在陳述目前國際台灣 還有一些中配陸配 遇到了困難所在的問題點 而日本首相啊 在昨天的美國國會全英文演講 真的是蠻詫異的 對吧 這個連習近平都做不到的事情 蔡英文日本首相 都可以全英文的演講 講話 甚至連自己爸爸的耳語都不會說了 對吧 那小粉還繼續造謠跟取笑 什麼蔡英文假博士 對啊 你這個真博士啊 英文都不會講 連你們幫教這麼好的耳語都不會講 朝鮮話你也不會講 那日本首相說了什麼呢 帶大家來看一下影片 總之啊 就是先誇讚美國啊 是維護這個世界秩序的 全世界仰賴的國家 而目前啊 我們也清楚的認知到 中共對亞太地區對世界的危害 是越來越大了 而日本啊 現在有能力跟這個責任 幫美國一起分憂 因為這全部的重擔都落在你一個人身上 而你的這個做法 還有其他的盟友會罵你 然後你不夠人道啊 去批判你 對吧 覺得自己很聖母 覺得自己置身事外 當然日本首相這一個 是在講給誰聽 在講給歐洲國家聽的 還有講給一些他們這個 國會裡面那些反對的人聽的 對吧 那在這一番操作之下 哎 取得這個美國國會的滿堂彩 日本也將在未來啊 成為第二個登月的非美國國家的人 當印太都在圍堵反共的時候啊 我們還有 政黨 而且他是利用的多數黨 在跟聖上鞠躬他腰 站在第一線的台灣人 雖然覺得中共沒這麼壞啊 影片到這裡先來感謝本集的贊助商 Subshock VPN 大家會擔心網路上資料外洩 或是被駭客攻擊嗎 Subshock VPN可以全天候連線保護你的線安全 在公共場合用的WiFi 其實不太安全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用VPN 加密你的線上資料 同時也會保護你的個人資訊 那這裡要推薦一下他們旗下的這款 Subshock Search 這個可以隔絕針對性廣告 享有全方位的保密 像我頻道就需要時常收集各國的資料對吧 這款Subshock Search 就不會留下任何的數碼痕跡 還可以獲取真實有效的搜尋連結 那現在只要使用我們的優惠碼 FAM TV 就可以享有專屬優惠 訂購兩年方案再從三個月的免費使用 如果不滿意的話 還有30天內無條件退款 趕快透過下方的資訊欄 來了解一下Subshock VPN吧 好我們回歸正題 而非常搞笑的是什麼 我前幾天才說的 中共制裁了兩次美國軍火公司 結果今天又跳出來制裁了另外一家 美國通用原子航空系統公司 跟美國通用動力地面系統公司 而且也說這些國家公司的高層老闆 通通不能來中國旅遊 或是在中國做生意 我要凍結你所有在中國的資產 因為你支持台灣 所以我要凍結你們 首先這兩家公司在你中共國 我又沒有制裁也沒有業務 你制裁他們空氣是不是 然後你又說他們不能踏入中國領土 但是他們繼續來台灣呢 繼續賣東西給台灣呢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台灣不是你中共國的領土了哦 哦那就是你中共這一天台獨了嘛 粉紅們 該打倒誰的知道吧 而這兩家公司啊 是發展大型軍事用的無人機啊 影片的最後啊 還有兩坨小粉紅大鬧日本和俄國啊 我們先來看一下粉紅大鬧俄國的影片啊 在國外餐廳被種族歧視了 在餐廳吃飯旁邊一家子外國人 那個父親就是偷偷指著我 然後教他的孩子說旁邊那個是中國人 中國人都是拉眼角 咪咪眼這就是中國人 然後當時他們這麼說 我就直接大吼了一聲 讓他們閉嘴 當時全場就立刻安靜了 然後那個人就叫來了服務員說我精神不正常 這個人打電話警察局真的缺德啊 哇操 最後他們酒店的經理過來跟我道歉 然後把我送回了房間 大家還記得我昨天那支影片嗎 由中國籍的乘客到了馬來西亞 被當地的海關針對 上了中國的一些各大頭條新聞勒索 但今天這個人在俄羅斯被所謂的 歧視中國新聞微博集體進程 跟前幾天那個在外東北 俄羅斯的河外線 隨著東北季風飄下來 東北沒有人抗議 然後呢 中國媒體也配俄羅斯媒體說 完全沒有影響 還甩鍋給日本 哎 牛逼啦 我們接著繼續看下一個 小粉紅大鬧日本的影片 有這麼幾個中國人把我們的臉都對光 這個車廂跟賣人網 我們把這個道路都給炸 把行李箱都這麼放在一起 太膽大聲喧嘩 一個車廂裡全是害你 難道他們是看不見別人的目光嗎 好我們看完這條影片 講句實在話 這群中國大媽 絕對沒有意識到 他們這樣做的行為 會帶來給人家困擾 人家文明世界的 基本上是不這麼做的 他們沒有意識到 因為他們可能自己在中國的國內 就是這樣的數字 而大家也都是這樣的數字 習以為常了 所以我覺得還是有必要 要有人出來指證他們 在日本 這個做法是行不通的 日本人不吃你這一套 好 那我們這款六四坦克人 Don't touch me 的紀念款 衣服啊 已經推出有 軍綠色跟黑色 那昨天有非常多的 這個海外的網友在IG問我 海外能不能買 海外都可以買 你們上去那個網站 你是馬來西亞啦 新加坡的 日本的 美國的 歐洲的 通通都可以買 我們幫你配送到海外 那至於中港澳能不能買 因為鑑於香港推出的這個23條法 我實在是 於心不忍賣去香港給你們 但是如果你是真粉紅 哈 而且你也允諾我說 當天你會穿這個 去天安門 然後證明給我看 穿這個衣服 在那邊抗議 是不會被抓走的 我們也非送你 購買連結一樣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點開就可以購買啦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的小小姐的 拜